民进党现在确定在北松山中山这个选区呢 征召他们的前副秘书长 也就是本来应该去做访问学者林飞凡 那回来参选 那我个人觉得非常好 因为本来林飞凡就应该回来接受选举的检验 不然他这个人他自己从来没选举过 然后呢直接去升副秘书长 然后天天去帮人家打选战指指点点 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非常肯定林飞凡愿意参选 那王宏威你也要好好的守住自己的选区 那这样子越多人才越多奇葩出来 在竞争的话 2024这样大选绝对是精彩可期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高度期待 2024到底会发生什么事